苗栗县泰安乡唯一拥有完整文面国宝97岁的科菊兰奶奶 上中医肺炎再度住进大千医院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有孙子孙媳妇轮流从眉原部落下山接力看护 对啊 每天来回啊 状况很稳定 然后就是因为会去加护病房这样比较可以救护治疗 105年苗栗县江湖泰亚文面登陆为无形文化资产 科菊兰奶奶也很了解泰亚历史文化 是许多文史工作者的囚实对象 对此外界都很关切科菊兰奶奶健康状况及后续照顾问题 宪普表示 5月17号曾召开文面国宝照护专案会议 并针对文面骑牢居家照护服务经费 居家医疗设施采购进行讨论 他家长生病了 我真的很难过 因为他现在是剩下两个文面的国宝了 很多都是 我都是拜托他去请教他 有关原住民的国宝还有传统文化 就是亚历的致富额大概是16% 由我们原民中心提报给中央的原民会 那厂造中心合起来 他的每个月的照护经费是19,076元 那另外的话还有那个居家的医疗事实跟 就是他的那个日常日常用品 也是我们原民会那边 不过由于科菊兰奶奶的家人 希望他能够回到他首席的部落接受安养 而不是留在照护机构 对此宪服强调 其劳后续照顾 今日还会邀请相关单位共同研商 提供最贴切协助 原自新闻 胡顺一顾台北市采访报导